歡迎收看上次關心電風的婚禮新聞 早上已經發現了 後進上的社交生活來檢查 因此有市場務的人所要來併關 跟台北軍市場市到不一樣 後期有一個咖啡店的老闆 是市場了一隻下香蕉 原本就是說這隻蜘蛛大型的鐵型 不會太大 收費到經過兩棟 這隻蜘蛛是大到破百公斤 現在亞新微點來 真有的是有個很可愛的提問 這隻蜘蛛在門口看過 可愛的蜘蛛是給大家 養餐人家鄙的鄉親 想要和牠那些蜘蛛 這隻蜘蛛叫做阿豬豬 因為阿豬豬蜘蛛是真好待 更可愛 因此牠是肯定家鄙聽的 人家全部蜘蛛 這隻蜘蛛就是為了 看阿豬豬來消費 牠小時候 牠還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牠會自己 就是出來大小便 然後會自己走到咖啡廳 然後睡在沙發 然後供人家拍照 對 然後牠現在比較大了 所以牠就比較沒有辦法到咖啡廳 可是牠還是會 就是出來外面大小便 對然後牠會 就是在這個涼廳旁邊 然後散牠的日光雨這樣子 對 然後很多人就是為了牠而來的 因為牠從小小的 然後客人看到牠變大 所以很多客人是為了牠而來的 對 很開心 對不對阿豬 阿豬 老闆表示 阿豬豬是背叛 英國的好朋友 常常他的小朋友 學科回家 頭一件事 就是來和阿豬豬一起 心際是演奏的歌曲 讓牠聽 對 我的小朋友跟牠的互動蠻好的 因為牠還會拉小提琴給牠聽 然後回來會 就是摸摸牠的肚子 然後跟牠講話 然後牠似乎都聽得懂 然後一直就是 會跟牠分享牠的生活這樣子 不過老闆也好友 是在那其實是需要這個開塊的空間 空間若是不夠 其實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是很不好 建議的話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像我們那麼大的空間 對 然後就是可以讓他在外面就是大小便 因為畢竟他有時候他在發情的時候 他會離家出走 他要去找就是另一半 所以他常常就是跑到附近的咖啡廳或者是人家那邊 所以很常常就是人家打電話過來說他又離家出走了 經過兩年的擁有這隻阿豬豬現在超過一百公斤 馬身為店台北的一層動物 記者聽聽聽聽聽聽不懂